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访谈一会儿 怎么了 没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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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 那这事就交给你啊 老强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呢 还不在数据调研这一块 虽然咱们前几期节目做得都还不错 但是最近几期的收听率 明显没有首播的时候高 这个就是做数据调研的意义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打一个比方啊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直播的不同时段 来看观众的数量增多和减少 分析我们当时做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观众对哪一块感兴趣 他不喜欢哪一块 做这种反向的分析 比我们听报告里边的播放数据 会来得更正确 而且也不花钱 直播受众跟听众完全是两个群体 不不 我觉得直播的群体是我们的听众 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的听众 哪怕一小部分 这对于我们之后收集反馈 和长期的策划都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以首播作为参考 那已经是个成功魔法了 既然小文那期热度那么高 我们为什么不如法报志 多做几期这样的话题人物啊 李普殿 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说 不是 钱哥是这样的 我们写的脚本呢 肯定没有真实的案例 有感染案例 咱们别忘了 咱们贺老师可是心理自行师啊 他那有很多现成的案例 你们还记得上次 王卓掌那个心理自行师吗 据说他主动提供了 非常多的真实案例 这多有学套啊 二位 这又不怕事的 佳辉 我打理酒 喝饮料 我说什么爱着 完了 我跟地红酒诶 这么正式 来 我来吧 我已经醒过了 好 我拿酒呗 佳辉 只是一份便饭 其实不用这么正式 没关系了 这些酒都是朋友送的我的 我平常怎么喝 好 放出浪费 筷子都准备好了 谢谢 油肝柠檬茶 挺好 解腻 你还喝这个 当然了 柠檬茶配火锅 绝配 那下次我多给你带点 好啊 大伙 我帮你调小料吧 好啊 我呀 做饭不行 但什么洗菜啊 买菜啊 调小料啊 我仅吃一句 我跟你说 我们家老婆 非常远的 吃火锅好多讲究到 加点两勺 蚝油 生抽 生抽跟醋都来一遍 最后是关键哦 我洗过手了啊 葱花 香菜 最后再来点辣椒 我试一下 没想到调料放这么多 对啊 怎么想到调料放这么多的 怎么样 好吃吗 味道是不错 是比我自己在外面调的好吃 今天是老贺第一次给我做饭 举杯庆祝一下 对 庆祝老贺做的第一顿饭 非常成功 谢谢你们啊 这个酒 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嘉辉 你是不是把这个酒 写得刚刚好 他有一股淡淡的果香 还有一点烟熏的味道 会合 对了 看短 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 有些地方我不太明白 你又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是资料 能够借我参考参考的 有吗 在哪儿 我给你自己拿 就在我那个自己身里面 你可能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能也搬家的时候就回家了吧 进回家 是寄你妈那去了吗 是不是觉得我喝多了 你为什么今天一直在问我这个资料的事情 我今天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你今天很奇怪 你知道吗 叶翔慧 你是不是想逃酒啊你 喝 跟你说啊 不喝光不是男人 喝点 我真的不行啊 我也喝晕了 那不行也得喝 喝了 我干不了 我不吃男人 太菜了吧 全都倒了 我还有一点吃 叶翔慧 我们也想逃脅 不会吧 但为什么 怎么办法 我请了 你 我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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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客的 没有请了 我走 我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